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8日18时起逐步解除封闭式管理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月18日下午发布通告 将逐步解除封闭式管理 通告如下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经上级部门批准 该院即日起逐步解除封闭式管理 医院门急诊医疗服务 于9月18日18时起恢复 市民朋友持48小时内新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健康码立马和门诊预约成功证明就医 此前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从9月13日开始暂停门急诊